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tor 今天非常兴奋 今天我要带你们来直播看房 看一间 Emerant Bay的超豪华三层楼的独立式洋房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山区 它在新山区的Poultry Harbor 公租港这个地方 它是在一个叫Emerant Bay的超高级住宅 Emerant Bay这个地方它的concept 是有点像新加坡圣淘沙的Sentosa Cove 这样的一个concept 今天我要以直播的心事 来带你们看这一间三层楼的豪华独立式洋房 因为这个独立式洋房比较大一点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还没有上厕所 先去上厕所 需要喝水的准备一杯水 可能也可以准备一些小吃 边看边吃 今天我要介绍你们的 是这边的一个Bungalow 它很特别 因为它是Island Bungalow Series 就是讲它是在一个岛上面的 它不是建在普通的陆地上 它是建在一个岛上面 不过它不是填出来的 它是挖出来的 所以它是在Island上面 你要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过一个桥 这个Island上面就只有12间罢了 非常非常的exclusive 非常独特 然后每一间的造型都有多多少少 有点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间的Land Size 跟Build Out都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带你们看的是这一间 它是一个Original的Bair Unit 全新的发展商单位 然后这一间是这么多里面最小的一间 虽然讲它小 但是它也不小 它的Land Size 7400Sqft 7400Sqft OK Build Out有6700的Build Out OK 但是它是这12间里面比较小的一间 OK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Ground Floor Area OK 它的三层哦 它是Ground Floor进来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 OK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 所以这边是你的Card Porch Area 所以你看哦 它的Entrance是很大的 OK 这边是Strata Title 然后这边都是走Open Concept 所以它是没有铁门的 然后你看它Entrance是很大的 所以你进来两辆车一起进不是问题 一进一出都OK OK 然后你的路口在这边 给大家看 你的路口是在这边 OK 所以你这边可以停一辆车 两辆车 三辆四辆都不是问题 OK 你这边可以停 几一点可以停四辆 轻轻松松停一辆辆没有问题 OK 停这边 然后你也可以Park进来 OK 它这边呢是有这个Roof的啦 OK 你这边也可以加进来 你这边可以Park多两辆 OK 所以不要淋雨的车就放这边咯 OK 可以淋雨的车就放那边 OK 所以这边就是你的路口 所以你看哦 它路口也做到很Atass 整个很高级的感觉 非常挑高 然后它有一个Step 然后有这个Mood的Step 给你上来 这个就是你的路口 OK 所以它整个Card Porch的Design 我很喜欢 它是一个很像一个 一个Wide shape的一个L型的一个Card Porch的Design OK 然后它前面呢 这边也是有一点点缀啦 你看它前面也是有种一些植物啊 一些花花草草 前面有一些点缀 OK 还有这个Feature Wall 然后这边咯 它这边其实是有一个Entrance 可以直接通到你下面的一个Garden的 OK 等下我们会从里面下去啦 但是你这边可以直接通到你下面的一个Garden OK 等下我们下去 我们先从这门进去 OK 所以这整区Emeral Bay它都是Freehold的啦 它是永久地区的 OK 然后它在Emeral Bay Pultry Harbor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很靠近新加坡 从这边如果你驾车的话啦 你要去First Link Second Link 两个关卡啦 都是差不多15分钟的距离而已 20分钟 20分钟以内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OK 所以它是一个Double Door 你一进来 哇 这边就是你的玄关处 OK 这边是你的玄关处 OK 所以我带你看的这一间呢 它是Original的全新单位 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已经建好的原装标准啦 所以你这边会有个Lift OK 因为它三层多嘛 OK 这个是Ground Floor 你这边会有一个Home Lift 这个Lift你可以上楼或者下楼 OK 可以上楼或者下楼 这样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的玄关处 你可以摆放一些设计啊 然后放一些展示屏啊 我看很多人喜欢它们中间 就放一个大大个的展示屏 这个空间就很好的利用 OK 那么一进来 它有分左边跟右边啦 左边这边里面有一个小小的Store Room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Store Room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的第一个房间 OK 它的第一个房间 So Aircon都是做好了的 然后你看它的墓 也是Solid Timberwood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风景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风景 超夸张的有没有它的风景 超美的哦 因为它后面哦 就是很像那种Sendosa Cove的感觉 河畔 然后你在一个河畔旁边的一个房子这样子的豪宅 所以你的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这么美的view 很宁静很美的view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房间 这边就是你的Wardrobe Area OK 这边是你的Wardrobe Area 你这边可以放你的那些衣桌跟衣间 然后进来 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 OK浴室 你看浴室很大哦 做得很宽 看到吗 浴室做得很宽 OK整个很很宽敞 然后这边是冲凉的地方啊 OK 来 我们去另外一边 这边是它左边啊 我们现在去右边 所以我刚才讲哦 这边有12间 每一间都有点不一样 这一间是最小间的 它的Land Size 它土地面积有7400平方尺 建筑面积是6700 6700平方尺 OK 另外一边呢 这边它就有一个Common Bathroom 所以这个Bathroom是公用的 在外面的 所以你看也是很深 也是很深 OK 也是很深 很大的一个浴室 OK 然后前面这边呢 就有另外一个N Street的Bathroom 呃 就是这边是有自己独立厕所的 OK 也是有自己独立厕所哦 然后这边是它的房间 OK 那么当然啦 独立是洋房叻 Bungalow啦 它的房间跟厕所一定要多啦 所以 这一款的话 它总共是有5加3个房间 5个大房间 3个小房间 然后厕所总共是有6个大厕所 一个小厕所 OK 所以这一个很特别我跟你讲 OK 你看啊 这个房间哦 它是联通式的房间 怎样讲呢 这个是你房间的大门 这个是另外一个房间 所以哦 你这个小房间这边 你可以拿来做成你的Office啊 或者是Entertainment Room 你可以放钢琴啊 放gym equipment啊 或者是画画的地方 OK 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联通到 这个房间的 OK 这两个它关起来 其实算是一间 但是你也可以分开用 很functional OK 这个房间很大啦 OK 很大 很明亮 它是extended出来的 有发现到吗 刚刚那个它是做进去的吗 这个是extended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哦 它的那个采光啊 差不多等于一个 Ling Bangalow这样子 左边右边前面都有采光 很少有房间哦 可以做到三边采光的 它是房间啊 房间罢了 三边采光 OK 通常房间我们都是一个Mirror 或者两个Windows嘛 它是三个采光 所以你看这整个房间很亮的 然后这个房间也有Belcony OK 很大的一个Belcony 看到吗 很大的一个Belcony 所以这边你可以喝茶啊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Entertainment的一个Room啦 迎接你的朋友 亲戚朋友 来可以在这边住 OK 来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好真的是很美的 好 整个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度假的感觉 很舒服的度假的感觉 好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它楼上 它楼上很特别 OK 所以如果是讲你想要在马来西亚新山这个地方靠近新加坡 找一款比较特别的豪宅 因为豪宅有很多嘛 对不对 但是 你要一些比较有特色又很特别很独特的豪宅 这个绝对是独特 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OK 然后这边上面顶楼 这个是顶楼啦 顶楼这边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Living area OK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你的一个客厅啦 一个小客厅 然后客厅这边有一个阳台 OK 很大的阳台 OK 这边你可以放麻将座啊 麻将座啊 或者是晚上在这边赏月吃月饼这样子 OK 很大很大的阳台 也是可以看风景啦 基本上这边的设计都是 让你可以看风景啊 舒服啊 整个很高级的感觉 OK 所以顶楼呢它是只有一个房间卖了的 很exclusive很private的 它顶楼只有一个房间 所以你上到来就只有一个客厅 一个阳台跟一个房间 OK 但是这个房间很大啦 给你们看这个房间 哇 你看超大的房间 OK 然后它的设计哦 也是用这种木三角 panel couple roof这样去挑高 所以整个就是很像那种在 印尼啊在泰国啊 度假屋度假的感觉 整个很舒服的感觉 好 房间个壁 这个就是你的wardrope area 好 这是你的wardrope area 然后这里就是你的主人防御室 主人防御室 OK 很大 等一下 两个洗手盆 镜子 buff tub 全部都是做好的 OK Giacucci的buff tub 然后分开的 这边呢也是 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啦 它的一个设计这样 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可以让你出去的 通风啊 或者是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小阳台 OK 然后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 这一层呢 它是只有一间 所以它是很exclusive的设计 然后勾搭 然后 它也是有自己的阳台 而且它阳台还有椅子的 你看到吗 它阳台有椅子 很少人坐阳台做买椅子给你的 我们喜欢这个椅子 我买了我不用自己坐椅子了 很舒服 OK 所以你看这边是整个很舒服的感觉 非常非常舒服 空间也是很大 我给你看哦 它这个房间 让我想起什么 你懂吗 它这个房间大到一个长方形 让我想起很像那种度假屋啊 你可以放很多个床 你懂吗 哈哈哈 放很多个床 然后拍拍坐 拍拍树一样子 啊 当然 当然就是我的想法啦 如果你享受的话 可能你就是放一个美美的床在中间就好 好 OK 如果你不喜欢走楼梯的话 你可以做lift OK 虽然它楼梯很美 不喜欢它可以做lift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底楼 OK 我们ground floor进来 上一楼是顶楼吗 我们现在下去 OK 我们下一楼 OK So 它就算哦 你的楼梯的地方哦 它这边的这些玻璃啊 窗口镜子啊 都做到很大 所以你这整个物质的采光是很好的 采光跟通风性是很好的 你看 我很喜欢它这种设计 OK 所以我们来到底楼啊 底楼就很特别一下 OK 你楼梯转下来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一些空间 你可以把它封起来 做成stor room OK 封起来做成stor room 然后一进来这边 有一个common的powder room 这边是可以上厕所的 所以如果你在家办party 你朋友来下底楼 还可以在那边办party 而且因为它旁边有一个走廊嘛 所以你办party的话 如果饮食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走旁边下来 OK 所以这个是底楼的一个房间 底楼的一个房间 如果你朋友来你家过夜的话 他们可以随这一间 他们可以随这一间 也是有自己的厕所的 OK 也是有自己的厕所的 OK 然后这一间房间 它是可以直接出到外面去的 OK OK 它是可以直接出到外面去 等一下我们再从外面进来 OK 可以直接出外面去 外面有个游泳池 OK 它们很重 用大料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客厅 很像我讲这样久了 没有看到客厅对不对 我们上去下来 没有看到客厅 OK 这个就是客厅 OK 所以这里呢 是你的干厨房 然后这里是你的干厨房 很像电啊 水败啊 这些做好了 这边是你的干厨房 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干厨房 这边做一个island 红酒柜 OK 红酒柜 所以这个地方空间很大 前面这里就是你的living area 这整个都是你的living area 很大哦 你看我走这样久还没有走完 这整个都是你的living area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做成你的living area entertainment area 来host你的客人 来host你的客人 所以基本上你住在这边 你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你家做客嘛 或者来谈生意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隐私的话 你这边是你的客厅 或者是你的一些那种 弹生意的地方 别人可以直接 buck了车走下来 旁边走下来 就不会打扰到你咯 你这边走去前面也是你的side garden OK 所以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 它一些比较functional的东西 所以干厨房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四厨房 这里是四厨房啦 也是很大 很大的一个四厨房 你旁边做了cabinet 你中间还可以再做多一个桌子 好 这里就稍微比较暗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yard area OK 这个是用人的厕所 这么大 肯定要请用人啦 你的请负单 或者请终点 然后这个是用人的厕所 这个是用人的房间 用人的房间 然后这边 有多一个stor room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stor room 从前面到这边也是一个大的stor room 然后这边出去 就是你的一些utility的area 然后你的一些M&E的area啦 也是可以直接连到外面的那个空间 好 整体构造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哈哈哈 不过非常豪华气派啦 OK 所以我们走去前面看 前面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就是它的户外空间咯 啊 这个地方咯 你就可以拿来办party 办party 做bubble queue 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做bubble queue啦 做bubble queue 这个地方 请师傅来帮你烤羊啊 还是什么 OK 然后这个是游泳池 你就可以在那边做poo party咯 一些人在这边调cocktail啊 喝汽水啊 喝啤酒啊 这边就是睡眠部 睡眠部 休息累了就去里面休息 你看那边连冲凉都做好给你 他连冲凉都做好了 OK 很夸张啊 然后前面咧这边咧 啊这个地方最特别的地方 amaran bay这个bungalow 就是你可以停你的私人游艇 OK 所以这个是你的私人码头 他连这个都做好给你 这边下来 这个就是你的私人码头 好 所以这个是你的私人码头 你可以停你的私人游艇 私人码头私人游艇 所以很像如果你觉得你去找邻居啊 你不要驾车不要走路的话 你可以坐船 你可以坐船去找你的邻居 OK 下面这边是你的私人游艇 你可以停在这边 好 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sendosa cove的感觉 sendosa cove的concept 它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平地 它是挖出来的 挖出来引那个水进来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有这种水上的这种 Waterfront living 然后它里面有鱼的咧 我刚刚有看到有几只鱼 然后这个OK Island Bangalow 我刚才讲 Island Bangalow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桥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要过一个桥的 你要过一个桥才来到这个地方的 OK 所以我们这十二间呢 是在这个桥后面 其他后面就一个一个小岛这样一个小岛 好 所以这个就是Island Bangalow 一个小岛 OK 所以我刚给你们介绍的这一间呢 就是一个三层楼的豪华独立式养房 在Emerant Bay这边呢 它是freeholder 它是freeholder 然后它有非常非常 亮点 非常非常多爆点 OK 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体后面的设计 OK 所以这个是限量版 它只有十二间罢了 然后每一间都有一点独特的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马来西亚柔佛行山 找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豪华 独栋的豪宅的话 你一定要来看一下这边 OK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 或者要来安排看房 就可以联系我Victor啦 OK 我们下次见 OK